生肖机生肖机的人向来性格温和易相处 言而有幸 赚钱能力很强 性格坚毅 只要认准一件事情 哪怕再困难他们都不会放弃 在11月30号开始财神上门 横财接二连三 财路大开 运势上上迁 行大运赚大钱 注定大富特富 他们整体财运将会大好 生意兴隆通四海 正财赚不断 横财也跟随而来 生财万贯 好的运势加上他们的勤劳 肯定会职场连育喜事 升职加薪 创业运营也会财源广进 钱财大赚大发 同时生肖机之人努力工作 以至于经常费寝忘食 多注意身体 往后遇难成祥 富贵有余 生肖牛生肖牛的人天性善良 追求完美的事业 一辈子特别勤奋 天生官运就不错 可以遇到一马在位的时分 发财致富起来 所以生肖牛的人在11月30号开始财神上门 横财接二连三 财路大开 恰是财神派送横财的日子 发大财的机会逐渐增多 出门还能得到贵人的相助 事业步步高升 发财发横财 中奖中投奖 把握时机变富豪 他们的财运开始爆棚 凭借贵人的扶持 横财越来越旺 接二连三的好运到来 最终买房买车 过得很好 别人都羡慕嫉妒恨 红运当头 飞黄腾达 在月的和天喜即兴地入手后 世事展开顺畅起来 生肖牛的人财富也能因此暴涨 生肖猪生肖猪的人性格乐观开朗 头脑有智慧 处世圆滑周到 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心胸宽广 带人大方热情 人缘好 在朋友圈中深得信任 人脉也比较宽广 而且很贪嘴 经常喜欢找各种好吃的 在11月30号开始财神上门 横财接二连三 财路大开 赚钱的机会数不生数 好运连连 运势逆天 发横财中大奖 多财多金 工作上会遇到升职 家兴的好机缘 偏财运旺盛 横财大旺 喜事接二连三来 只要把握住机会 就能财情双收 同时要注意 不熟悉的领域 别盲目投入资金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通过一番努力 不用多久 日子逍遥自在 生肖鼠 生肖鼠的人 个性努力 能力也十分地突出 再加上强大的开拓能力 事业会越来越好 前段时期 生肖鼠的人 虽然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通过努力 还是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在11月30号开始财神上门 横财接二连三 财路大开 红运天降 好运来袭 大吉大利 横财来贵人道 生肖鼠的人有应心相助 能力会快速地提升 明年更是有财心入命工 事业上开始时来转运 整体运势加旺 工作更加地顺利 未来定会财源丰厚 收入大增 另一方面生肖鼠的人 大概是财运触发桃花 部分人桃花扎堆来 对渴望获得真爱的朋友来说 倘若想提早脱单 应当多努力一点 为自己的魅力加分